OK,大家好,我是肥乐 每周给你带来欢乐 欢迎来到我们的肥乐厨房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Onel Onel OK,首先我们食材有 椰浆汁 清水 椰糖 这里里面就有我们的爆树粉 糯米粉 还有我们的糖粉 这个就是班兰叶 首先加入班兰叶 还有清水 进入搅拌机内 搅拌均匀 班兰叶也就是天然色素 所以我们在做Onel Onel的清色 都是使用的是天然色素 而不是人工色素 然后将搅拌好的班兰叶进行过滤 去掉班兰汁 多余的杂质 接下来将我们的椰糖敲水 我的做法呢 是将椰糖放入纸袋内 并且用锤子敲碎 假如家里没有锤子的话 可以选择切碎 并且备用 接下来将我们的糯米粉 倒进一个较大的容器 并且与事前搅拌好的班兰芝 搅拌均匀 用汤匙搅拌均匀过后 大家可以去用手 将面团揉至更加的均匀 备用 然后将面团分为每颗10到12颗 并且揉至圆形 备用 接下来将揉好的面团 压平 并且包入大约1%茶食的椰糖 在内 大家记得在风口的时候 必须完全的包着椰糖 不然在烫水的时候 椰糖将会流出来 而导致作品失败 接着将包好椰糖的oneone 加入滚水内 小火 煮大约15分钟 而途中 记得时不时的搅拌 不要让oneone沾底 接下来将椰丝 放进蒸炉里面 蒸大约5分钟 将椰丝拿去蒸的目的是能杀菌 而且让椰丝的口感感觉更加的好 熟透的oneone将会浮在水的表面 接下来将已经熟透的oneone 放入椰丝里面 并且搅拌均匀 让oneone的表面完全沾上椰丝 其实在大家的想法中 oneone这个茶果是很复杂 又非常难做的一个茶果 希望你们今天通过菲勒厨房的video 也可以更加了解oneone的制作过程 甚至是步骤 其实oneone也非常的简单 这样一道简单又美味的oneone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手上放一点少许的糯米粉 oneone的技术总结 搅拌以避免面团粘 搅拌以避免面团粘 搅拌以避免面团粘